哈喽各位亲们,欢迎来到周二的IPP品评,我是小编老王 今天我们要测试由端游移植的新作九音真金 端游版九音一直以来口碑都不错 做成了手游,效果会是如何?现在我们进去测试一下 从官网资料来看呢,游戏会有八大门派 在手游里算挺丰富的 不过因为目前还处在测试阶段,只开放了武当,额眉还有堂门 角色创建这里打造的停带感,画面和音效吸引力都不错 老王在这里就先选堂门,进去看一下 游戏初期我们基本上都要跟着祖先剧情来走 一边熟悉操作,熟悉玩法,一边了解游戏剧情 操作方面,九音真金采用了虚拟摇杆按键模式 除了典型的普通攻击和武学技能外 还加入了虚招和招架这两个设定 招架就像格党那样,只有用虚招去破防后 才能更好的连招,更好的打出伤害 如果玩家在招架的时候呢 别人用普通攻击或者其他技能来进攻 我们还可以来个防守反击,打回敌人一套 展购路器后可以放绝招 不过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些绝招会有一段动画 不过我们在放绝招的时候,对手一样可以招架 一样可以打到我们 所以千万别以为有个特殊动画就会是什么无敌时间 整体而言,游戏战斗体验可圈可点 特效点到即止 毕竟是一款武侠作品 太拉风太炫酷反而会让玩家反感 不过呢,老王觉得战斗的打击感还有可以提升的空间 攻击打在敌人身上的受力反应表现一般 实打实的那种逼真感还不大够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款作品的最大亮点之一 轻弓系统 现在的武侠端游轻弓可以说已经是标配了 不过要是把轻弓放在手游里面呢 吸引力还是相当足 在这款作品里,目前开放了 凌空虚踏,穿云重,燕行弓,神行无踪这四种 一个轻弓按键加上负责方向的摇杆就可以搞定 上手毫无压力 老王觉得最满意的地方就是这些轻弓 无论在副本,城里还是比武都可以用 而且游戏里的建筑像这些屋顶都可以飞上去 我们用自动巡路时 系统会直接用轻弓来跑路 效率又高又酷炫 整体而言,老王觉得轻弓这一块真心给力 在手机里就能感受到端游里面飞来飞聚 无拘无束的轻弓体验,好评 玩法方面我们先看战斗部分吧 当我们把前期剧情做完后 就会解锁一系列的游历项和比武项玩法 不过老王觉得这两部分的实际玩法和同类作品大同小异 没有特别让人惊喜的地方 就我个人来说的话会比较喜欢现实类玩法 像门派夺书,绑架,瑕士这些既有对抗性 又特别有九阴特色 不过对于游戏时间不怎么灵活的玩家来说 就会不怎么友好 RPG玩法方面主要会是武学,内功,装备这三部分 武学方面这款作品继承了端游版的亮点 武功自由度相当出色 像我这个堂门角色 除了金蛇刺以外 我还修炼了华山剑法和罪拳 而且华山剑法是我目前最强力的武学套路 一套武学套路里面会有一系列技能 游戏目前开放了十多种套路 所以技能这一部分呢会特别丰富 同样内功也开放了十几种 不过内功主要是提供角色属性 还有用来搭配武学套路 装备方面我们可以自己强化自己打造 人品好达到极品的话呢 还可以放到拍卖行卖 当然啦我们刷到什么材料啊 武学残券啊都可以放到拍卖行交易 老王觉得有了拍卖行系统后 游戏的经济系统会更有看头 而且会让这款作品的端游感更强烈一些 消费方面 这款作品会以开宝箱 时装 体力 还有一系列强化素材为核心 因为都不是强制的消费点 运气好还可以在拍卖行捞点前 所以科兴程度可以接受 最后我们栏目主给这款作品打的是9分 虽然游戏画面还有可以提升的空间 不过音效和背景音乐表现出色 带着耳机来玩 带入感真心不错 配合着轻弓还有各种游历像 比武像 RPG像玩法 完全就是一款可玩性出色的小型端游 不足方面 这款作品对机器要求高 大部分的中低端手机都会跑不动 哪怕你跑得动 一段时间后 机子就会发烫 游戏优化还要多下些功夫 毕竟现在测试阶段 玩家还比较少 如果正式运营后呢 在线人数多了 跑起来真心会压力三大 好啦 那么这期品名就到这了 我是小编老王 目前九阴真金已经在苹果越狱和安卓平台开车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试一下 我们下期品名再见 拜拜